每個人在裝修時 都希望得到安心又窩心的服務 今天帶大家來到 天與海的一個單位 一起感受設計裝修一條龍服務的貼心 因為之前想找房屋的裝修 其實都問過朋友 他們都說有些裝修師傅介紹 但因為他們想找多些 可以做修內設計 給一些意見拍 所以就上網找 打設計公司 看到你們公司的網頁 看到一些人 之前有些裝修員 他們有些心聲 都說滿意的設計 所以就聯絡設計師 問價錢 一開始 因為我們進來的時候 自己都想著怎樣設計 有個方向 但是後來就跟設計師談的時候 我們都會說 他們都會問我們想怎樣弄 我們就大約說了我們想這樣弄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 可能給一些專業一點的意見 就告訴我們 其實這些位置可以這樣弄好些 改善一下 其實我覺得廳是做得不錯的 因為其實有架牆 我覺得做得挺舒服的 進來加上燈光 好像很柔和 好像回到家的感覺 設計師在電視機後面 將牆牆 拍這兩對堂門 令整體變得統一 雲石花紋的飯桌 和花紋箱雙輝影 遊合不同造型的吊燈 風景為主題的遊畫 令到空間變句格調 有時我們要換鎖 或者有些什麼東西 可能廁所想裝支扶手柄 想買的 但我們未必有空出去選擇 設計師都會說 我們幫你買賣 然後就跟著去裝賣 但有時送傢俬來 我們沒空來看 設計師都會說 不要緊 我們幫你等他們送傢俬來 所以我覺得都是 真的細心 客人有什麼要求 都會盡量滿足客人的要求 主人房以粉藍為主吊 遊合柔和的燈光 令到人精神喚化 房內的衣櫃以貼長方式設計 另外佩爾掛牆的儲物櫃 騰空了中間的位置 裝上鏡面 令到方形的房間 顯得更加立體 其實我覺得設計師都很有耐性 因為當初我們平時忙 還要上班 有很多事 譬如我們裝修上的東西 都未必自己可以經常跟得很足 設計師都很好 我們之前有跟設計師說 因為我們要上班 不如你可不可以拍照 譬如Whatsapp 傳給我們看 每一個進度 每一個步驟都會拍照 傳給我們看 每一個步驟都會拍照 媽媽的睡房以簡潔為主 葉綠色的長身 寬闊的玻璃窗 令人感到輕鬆舒服 到頂的貼長儲物櫃和衣櫃 增加了房間內活動的空間 其實我覺得整體來說 其實算是可以的 可以接觸 因為師傅他們都很細心 有時會跟我們說 我們看著他做的東西 但有時未必知道他在做什麼 他都會跟我們解釋 為什麼要這樣做 有時有些突發的東西 例如我們想掛個鐘上去 但又不會轉場 師傅都很好 就說我幫你轉窗 而弟弟房以淡紫色為主 而弟弟房以淡紫色為主 簡單的家具佈置 配合貼床的玻璃窗 令人心情開朗 櫃頂鏡面和玻璃窗互相配合 拉伏了整體的空間感 因為其實我有些朋友 他們可能會結婚買樓 我都會跟他們推介設計情報中心 其實都可以的 起碼一條龍可以幫你跟進 就算你沒有空 或者什麼 他都會幫你看著 又再可能他會有空打電話 或者WhatsApp 背部進度給你聽 其實都可以的